2023年10月3日 一系列关于中国女演员 Andra Baby杨颖被封杀的消息 再度在互联网上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这些消息似乎表明了一个 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 而杨颖将可能面临 内娱封杀 而且有大V博主爆料杨颖 正在走被封杀的流程 然而对于这位中国娱乐圈的 顶级艺人来说 这是否真的是她的终结 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 发生的事情 一位红V博主在当天发文称 流程开始了 想知道当事人会不会后悔 并附上了一些照片 根据这些照片 可以看出在某些短视频平台上 用户不能再使用 Angela Baby的照片作为头像 这引发了一系列的猜测和讨论 甚至有人声称 已经开始排查Angela Baby的广告 而央视和微博也删除了她的相关动态 这一系列的事件 似乎表明Angela Baby可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封杀 而且态势是相当的严重 然而我们需要冷静的思考 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可能性 首先Angela Baby虽然说是中国娱乐圈的一颗非常红的明星 但她的代表作品却并不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甚至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吧 因为似乎她除了外貌 其他东西不值一提 演技方面更是在娱乐圈独一份的烂 与其他一些女演员相比 她的影视作品相对较少 所以如果她真的被封杀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 影响并不会太大 这和一些其他明星 如邓超 范冰冰等 有着丰富作品库的演员不同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她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太大的亮点 需要担心被抹去 其次 关于她是否真的会被内娱封杀 我们也需要保持怀疑态度 虽然一些迹象看起来似乎支持这一理论 但我们不能忽视 这可能只是短期的事件 在中国娱乐圈 有时流言蜚语 和短期的封杀并不罕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 要确定她是否真的受到了严重的封杀 我们需要等待更多的证据和消息 此外 有人猜测Angela Baby可能正在考虑转战海外市场 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演员在海外市场上 取得成功的案例已经不少 而Angela Baby的外貌和知名度 可能会为她在国际舞台上找到更多机会 如果这种猜测成真 那么她可能正在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而不再依赖国内市场 也是在昨天 知名奢侈品牌爱马仕的品牌总监 就晒出了和阳影的合照 看阳影的状态还是一如季然的淡然 仿佛这段时间的风波跟她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这张合照也被人怀疑 她很可能要转站国外去捞金了 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下Angela Baby的心态 尽管面临着各种传言和负面消息 但她在回国的机场面对粉丝时 依然保持效益盈盈的态度 这可能表明她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不会轻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当然了 这也或许是杨颖的一个手段而已 故作高声罢了 让网友粉丝看不出她内心的波澜 也充分表明了 她可能已经做好了应对各种挑战的准备 而杨颖的粉丝们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 挤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纷纷力挺杨颖 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该有的底线 而且还不屑地认为 就算是国内封杀杨颖 她也可以去国外继续捞金啊 总的来说 Angela Baby杨颖是否真的凉凉了 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我们不能过于亲信传言 也不能过早下结论 她的未来发展方向 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市场趋势 她自己的决策 以及她的团队的策略 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期待后续 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海外市场 她或许都有自己的能力 继续闪耀光芒 毕竟 在娱乐圈 变化和机遇总是存在的 当然了 这种艺人该封杀是最好的 毕竟杨颖的行为 已经触碰了底线了 否则的话 以后娱乐圈的明星艺人 纷纷效仿咋办 大家认为 该封杀杨颖吗 大家认为